上班族不同產業心血也差很大 2023年上市公司薪資調查曝光 非主管職員工資訊 上市金控中信金員工 平均薪資一百五十九點三萬元 比去年成長百分之八點四四 中位數也有一百三十一點四萬元 達到雙冠王 以中階以上主管很好 差不多 還好吧 現在物價那麼高 應該是董監事的人 或是上面的人領得很多 另外金控雙雄 獲利王富邦金 平均薪資一百四十四點二萬元 中位數一百一十六點四萬元 國泰金則是平均一百四十四點三萬元 中位數一百一十七點九萬元 金融業令不少人羨慕 另外半導體產業則更驚人 大概一百五到一百八吧 兩百吧 半導體業 應該要五百萬吧 非擔任主管職務 員工薪資台積電 年薪平均兩百八十四點二萬元 不過這竟然只排到第七名 上市公司前六名 分別是冠軍聯發科 三百七十五點四萬 聯勇三百七十一點二萬 艾山林三百六十五點九萬 聯德三百五十八點一萬 配慾三百一十四點九萬 創意三百一十三點四萬 除了艾山林 通通是半導體業 電子業 因為聯發科是IC設計業 所以他們擁有的是高毛利率的一個優勢在 所以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話 其實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薪資結構 一定通常都是IC設計業都是最高 過去說女怕嫁錯狼 男怕入錯行 不過現在不論男女不同行業心情 真的天差地別 就讓這位玩一聽特別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